監視器拍下在宮廟前談判的兩派人馬 其中一方衝進車陣對空名槍 沒多久又朝人開槍 正是發生在今年1月 在嘉義部隊的槍擊事件 當時了解的狀況是為了爭奪女友 引發的感情糾紛 而當時27歲的江姓男子 出面坦承是自己開的槍 不過警方後來發現 原來這一名江姓男子只是出面替朋友頂替 因此是在這個月27號將他逮捕到案 警方破門而入 這名男子慌慌張張 只穿著內褲就被逮捕了 其實整件事情確實是因為感情談判 而這一名正正開槍的曾姓男子 當時是來助陣的 不過他拿出槍枝朝朋友的情敵 正姓男子開槍 導致他是近距離身中兩槍 因此其實這一名男子也是一直在逃亡 儘管他為了逃避警方查氣 一直變換交通工具及藏匿處 仍然是被警方掌握行蹤 二十七號被大批警力破門逮捕 而加一滴檢署是依槍炮彈藥 刀謝管制條例及殺人未遂移送偵辦 加一滴檢署覆訊後也深壓獲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按下載TVBS 請按下載TVBS